根据美国媒体5日报道 美国监狱管理局称 布鲁克林大都市拘留中心 一名黑人囚犯 在狱中被喷胡椒粉后 于3日死亡 这名囚犯和此前明尼苏达州 遭警察跪杀的黑人男子同姓 都叫弗洛伊德 据悉该名男子叫贾梅尔弗洛伊德 35岁 监狱管理局称 事发时他把自己封闭在牢房中 还试图打破牢房的窗户 很有可能伤害到自己或他人 预警便向他喷洒了胡椒粉 伤害人的死亡与新冠肺炎疫情无关 监狱医务人员在发现他没有反应后 马上叫了紧急医疗服务 并努力挽救其生命 随后将其送往医院 在医院被宣布死亡 消息人士称 贾梅尔弗洛伊德死于心脏病 警察喷胡椒粉前 监狱组织的五粒小队 还检查了该囚犯的病史 确保他对喷雾剂不会过敏 有媒体称 尽管在抗疫活动中 美国警方使用胡椒粉 虚散抗疫民众 但预警对该囚犯所喷的胡椒粉剂量 已经达到了致命剂量 这位弗洛伊德的死亡 激起了美国新一轮的愤怒情绪 许多人称 看到了两位弗洛伊德悲剧的相似之处 该囚犯的母亲 唐纳梅斯对妹妹表示 他认为儿子是被谋杀的 监狱知道他的儿子患有哮喘 和糖尿病等潜在疾病 据悉 贾梅尔弗洛伊德自2019年10月以来 一直被监禁 目前尚不清楚他因什么罪名而服刑 记录显示 他此前曾因入室盗窃 篡改证据 以及危害儿童福利等罪名入狱 现在美国司法部已介入调查 美国律师卡万诺 在接受美国媒体时表示 贾梅尔弗洛伊德的去世提醒人们 虽然现在人们在大规模抗议警察暴力和野蛮行为 刑斥司法系统仍然对黑人的生命漠不关心